哈喽大家好,我是Mini 今天带大家去曼哈顿体验吃喝完了的一天 现在是周天早上的10点半 我们首先第一站是去曼哈顿的一家网红的面包店 其实基本每次去曼哈顿都会塞车 但是我们今天早一点出发 然后10点多出发就没有很散 我真的不敢相信,竟然还要排队 我现在是11点多一点点到了这边 大概有十几个人在这边排队 刚刚问了一下店员 那这条队就是为了排我刚刚说的那个网红的牛角包的队 左边这个是用餐区域 然后右边呢就是卖面包的区域 就算你有再答应用餐 然后如果你要买,你要咬咬的话 还是要到外面排队 其他的面包那些就不需要排队 你就可以直接进去买 然后这个网红的牛角包是每天的早上八点 中午十二点跟下午四点钟开始卖 基本上你要提早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来排 你就可以买到 是十一点二十四分 它十二点才开始卖 所以我们提早了大概四十分钟 然后还要再排半个小时 它有三个口味 每个人来排队只能买一个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 但是它有三个口味的person 然后我们只能买两个 现在是十一点三十分 但是这个队已经排到这儿了 转角队 现在十二点十七分 终于排到 快到头了 风头了,好好看啊 打卡成功 那味道到底是怎么样呢? 可以看我另外一条视频 买完可颂以后 就去吃一家日式蛋包饭 oh thank you so much 这里店面不是很大 但是还挺有格调的 闻的时候是闻到很香的一个酱汁的味道 然后蛋的味道都不是很重 这个是我要推荐给我 说这个蛋包饭比酒汤的蛋包饭要好吃很多 底下就是 他们是炒饭 底下的饭比较软 他们饭比较黏 他蛋真的很滑 比较偏咸一点 有点像咖喱 但是没有咖喱那么重的味道 第二道菜是这个猪扒肉三明治 第二道菜是这个猪扒肉三明治 到外面这个酱汁就比较甜 基本上整个味道都是这个特色的这样子提供的 但它没有很柴 这个味道还挺不错 脏好 然后它就比较脆 第三道菜是这个鸭胸肉和包子甘蓝 我们点一下下面那个酱汁 鸭肉没有什么味道 还是靠着提供的味道 这包子甘蓝炒的很香 酱汁甜甜的 这个还不错 天甜这道菜 主要是那种炭烤的香味 最后结账 税后加小费 两个人一共是96美金 现在是下午的1点38 然后我们现在吃完午饭 就去买一个下午茶 去吃一家 类似餐包 然后里面有不同线的那种小包包 也是网红店之一 这边已经走靠近NYU 就是纽约大学了 NYU就在这附近 而且这家店呢 当时在前几天的那个 圣诞市集里面 这家店也有在那边摆摊 然后我们现在去他们的店里面 去实体店看看 八千丶 乖 今天是 伙伙男朋友 到 你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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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